这个是在新明市驾空电车站外面一个街头 演唱了两个黑白双吃 那么他们呢就把这吊着的麦克风在上面 这种的演出 要钱我们不知道 这就是加拿大生活的一部分 你看这个最近还带了一个拓音器 你看看他们没唱乐成的 什么时候我们也有华人来这边唱一唱就最好了